總工會陳美晉理事長 胡理事長 台南市總工會胡理事長 職業總工會徐理事長 還有我們宋理事長 另外各界的貴賓 各社團的代表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其實我們大家共聚一堂 在這邊開記者會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宣傳 我們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所舉辦的 身心障礙就業博覽會 能夠希望更多的身心障礙的朋友 能夠好好利用就業博覽會 能夠找到他理想的工作 當然這個記者會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是要感謝台南市各個企業 願意幫這個大麻 能夠跟台南市政府勞工局合作 特別開缺給身心障礙的朋友 過去我們也一直認為 就是一個溫暖的城市 固然它是可以提供 有能力者在這個城市盡情發揮 一方面也帶動這個城市的進步 但更重要另一方面 對於聲音障礙比較弱勢的朋友 會不會 會不會